台灣就是因為不能在網路上去做採購 所以導致我們的血氧機的價格就是居高不下 這個可能是會服務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何讓快賽跟血氧機既然已經都認證了 為什麼不能在網路上可以採購呢 管務署大概有一兩千台的血氧機 都卡在那裡進不來台灣 因為這個衣材的東西本來就是現在 這個衣材只是一個借口啦 因為台灣的血氧機的價格太貴 所以國人才從國外採購 我們到底是站在廠商的立場還是站在民眾的立場 去年呢 血氧機我們有開放 就是免申請免稅兩千塊的規費 但是什麼今年到現在我們還不開放 已經開放了 血氧機呢 血氧機喔 血氧機那個國內現在供應都夠啊 所以就不開放就對了 對 有不足的時候 那去年開放的原因是因為 對 當時候的國內需求量很大 所以讓那個 因為今年的疫情的狀況是比去年更要嚴重啦 而且國人其實在防疫的過程 除了快篩跟血氧機都是必備的 你看台中本來關懷包有血氧機 後來大家都不歸還之後也都不發了 就是說其實大家對血氧機的需求很高 那我們之前也提出國內血氧機的價格 動輒三千三千五起跳 為什麼國人要從國外買回台灣 因為同樣的品項 其實在國外的價差是非常大的 價差五百塊到六百塊不等喔 那所以以這樣的狀況來講的話 血氧機是否是要管制作為衣材 或者是說是不是應該要開放喔 我覺得這個衛福部應該要再進一步的研議 站在國人在防疫的需求上喔 應該要允許就是說在這段疫情期間比較去年能夠從國外購入 這部分我們有在研議嗎 我們看一下因為這個國內的供貨 現在好像還蠻充裕的 所以血氧機的供貨充裕是為了國內的廠商還是為了民眾的需求 因為其實對民眾來講為什麼我們現在了解關務署 大概有一兩千台的血氧機都卡在那裡 原因就是因為這些血氧機可能要申請要規費等等 進不來台灣 所以其實對於民眾來講他們是有這樣子的需求 那因為台灣的血氧機的價格太貴 所以國人才從國外採購 所以這中間其實是有價格的問題 那你現在說需求夠 但這問題是價格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到底是站在廠商的立場 還是站在民眾的立場來開放血氧機 或是在價格上能夠提供民眾更優惠的價格 包括快篩也是一樣的問題 今天為什麼我們會提出快篩的問題 也就是說當你為了要開放零加七的時候 大家可能有需要天天快篩 或者是有需要把快篩當做一個日常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快篩的價格動輒一百元起跳 對很多人來講是負擔不起 所以我們才說應該要開放國外快篩可以進口 那我們也發現說其他國家 像是香港的這個消保署消機會 他們都有公佈就是說市面上快篩的準確度等等的價格去做比較 那德國其實也有針對這些快篩的品牌去做準確度的比較 來跟民眾參考 所以之前台灣的消機會呢 他們也有提出說希望政府能夠開放這個快篩 讓更多便宜然後核用的快篩能夠進口到台灣 然後有一些公佈調查等等的這些結果 那衛福部有沒有考慮針對這些快篩來去做一些準確度的調查 然後去公佈排行讓民眾可以去做選擇呢 因為現在其實民眾會從國外採購快篩非常的多 據我了解海關至少有五六萬件以上 那問題是民眾如何去採購適合的快篩 這個部分衛福部未來有沒有一個標準 我們對已經取得EUA的這些品牌 還有它的相關規格 我們都有一個網頁可以供大家來查詢 對 但是EUA的是有限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國外的這些歐盟認證或FDA 美國都已經採用認可的快篩 到底現在台灣的態度是什麼 那我們針對這些快篩 是不是能夠進一步的針對這些準確度來去公佈 即使我們沒有EUA 但是人家其他國家都已經在使用的 我們也有一個排行來讓民眾去做選擇 做參考 因為我們今天在意的不是說 這些快篩是不是政府同意的 而是說這些快篩到底準不準確 對我的防疫自主的防疫有沒有幫助 價格等等這些都是民眾考量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衛福部在這個部分 應該站在民眾的角度 無論是快篩或是血氧劑 都應該以民眾能夠買得起 然後能夠用的到 然後這個準確度能夠合宜等等這些標準來做考量 而不是說現在廠商能夠生產的量已經夠了 所以我們就不同意他們從國外買回來或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理由可能民眾不能接受 我們來調查一下現在目前這個血氧機在市面上的價格 跟供貨情形 對 因為現在的血氧機的問題就說列為是衣材 所以在網路上是查詢不到 根本沒有比價的空間 民眾只能去藥局採購 這個藥局的價格就不透明 大家就沒有一個比較的基準 其他國家都可以在網路上去做比價去做採購 自然就有市場價格的機制 可以讓這些血氧機更便宜 可是台灣就是因為不能在網路上去做採購 所以導致我們的血氧機的價格就是居高不下 這個可能是會服務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何讓快篩跟血氧機既然已經都認證了 為什麼不能在網路上可以採購呢 我們來研究一下 因為這個衣材的東西本來就是現在 這個衣材只是一個藉口 就某些部分 你可能它是高端的醫療器材 確實有這樣的必要 但是血氧機跟快篩這種民眾自行就可以在家裡使用的 到底還是不是屬於高端衣材 必須一定要去藥局買才行 還是這些其實網路買回家 我自己就要使用 何必一定要去藥局買 這種民眾可以自行在家使用的低階的藝材 其實我覺得應該建議開放網路可以採購 這部分WEF部可以研溢嗎 OK 好我們來研究看看有沒有可能性 好另外大家真的退役快篩 其實需求量也非常高 尤其是小孩小朋友都有需要 那其實最近新新聞有一篇報導 就是兩年前韓國就已經有快篩試劑的國篩 在兩週內就研發了快篩試劑 那剛剛也有很多人問到 就是台灣花了兩年超前部署 還補助了這麼多錢來做 不管是唾液快篩公園也花了1.1億 那為什麼台灣的唾液快篩還要向韓國採購呢 因為目前還沒有國內的有這個 就像我們自許要做國家生技園區做生技大廠 然後我們不僅疫苗的代工沒有下午 我們的快篩這種人家韓國兩週就能做得出來的 台灣花了兩年的時間只有五家國產可以用 產量還不敷國內的需求 連退役快篩我們自己都做不出來嗎 目前退役快篩在國內的這個國產的狀況如何 在申請中 我們來加速輔導 那個國內 國內也有廠商在申請中 我們來輔導他們快速的通過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腳步還是太慢了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韓國兩週內 就已經有國產的韓國的快篩 就快速的這個在市面上可以採購 而且你會發現我們現在買的快篩 都是韓國製的 那難道台灣的廠商沒有這個能力 給台灣自己使用或是外銷 我們的產能為什麼會遠遠不足 那連一個最基本的唾液快篩 國人是一小朋友最需要的 竟然還是要跟韓國買 我們一直說台灣已經贏韓國了 結果在這個快篩試劑上 照理說明於我們的生技產業 我們台灣的這個研發能力 絕對不會輸給韓國 可是為什麼我們這些試劑 全部快篩季都要從韓國來 那我覺得這對台灣的廠商 對台灣生技產業可能是一大打擊 也就是說我們要去檢討為什麼到現在兩年的時間 我們在快篩季的需求跟產量上 會造成這麼大的這個缺口 這部分也請衛福部能夠加強 謝謝主持 旺旺水神它是微酸性電子 次氯酸水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持期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 物化器還有生成機 都給它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 可以享有優惠